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年夜饭上的大菜 红烧狮子头 全程不过油 入口计划 下面的步骤你可要看仔细咯 今天我买的是一块土猪肉 做肉圆需要的猪肉呢 是三肥七瘦的 这样的猪肉口感在吃的时候会更好 我们先把它切成薄的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把它剁成银头小粒 这边呢不用剁成肉酱 银头小粒就可以了 准备好的波茎我们把它拍碎了 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我们来处理一下肉馅 我们在肉馅里面加入盐 胡椒粉 葱姜末 蚝油 现在打入一颗鸡蛋 朝着同一个方向 搅打上进 这里一定注意 搅打的方向一定要是同一个方向 这样的话它才 不会有汤汁流出来 现在我们加入波茎碎 在里面继续朝着同一个方向搅打 接下来换成一个大的盆 我们将肉馅摔打上它个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我们可以足次的加入葱姜水 然后继续将肉馅摔打十分钟 现在加入一些水淀粉粘合 用手团出一个个肉圆就可以了 我们准备一个锅子 我们准备一个锅子锅子里面放入热水 水开以后加入肉圆 在中小火煮至二十分钟后捞出肉圆 锅内油热后下入葱姜 八角将它炒香 炒出香味以后 现在我们来调下料 加入生抽 黄酒 蚝油 最后倒入我们前面煮肉的圆汤 圆汤呢用筛子过了一下 将锅内的汤煮开 煮开以后 我们把调好的汤汁倒在肉圆里面 将它上蒸笼 蒸至两小时 这个是它入口计划的秘诀 时间到 现在肉圆蒸好了 我们把汤汁过滤出来 放在锅中 加入老抽 水淀粉 勾一个厚厚的芡汁 最后淋入一下香油 增加一下颜色就好了 蒸好的肉圆 我们摆一下盘 在周围 围上一圈 青菜 现在我们给它淋上我们刚刚煮好的料汁 现在这份入口计划 连百岁老人都可以吃的 完全没有过油的红烧肉圆 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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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